請下一位吳建華先生 主席 首先我要指出,政府這個土地共享計劃 根本解決不了香港的深層次社會矛盾 如果政府真的關心香港人買樓的問題 為什麼當有發展商願意保地價 去申請改變農地用途的時候 增加供應的時候,就被承規會用種種理由 例如地盤與公屋項目重疊去阻攔 土地共享計劃只有三成地可以作私人發展 不僅無助增加私人市場供應 還令政府少收了地價 甚至還要貼錢幫忙整好周邊的基建設施 還要隨時幫忙賠錢給寮屋住戶 還有就是,土地共享計劃有七成地是用來建公屋 2018年持單程證來港的新移民就有42,000多人 七成地建的公屋是否給那些真的有需要的香港人住 日日有百多個新移民和香港人欠資源 政府又不肯削減每一天單程證的數目 又管不到他們有沒有隱瞞境外的物業和資產 同樣照樣是派屋給他們 那是不是要香港人全部都回大灣區呢? 所以,特區政府如果真的關心香港人住屋和買樓 應該 一,取消所有印花稅的辣椒 二,只要發展商肯保地價 肯自己補償私人土地上的租戶或佔用人 就一定給他們改變土地用途去建樓 一,增加讓市場多一點供應 三,只有三顆星的香港人才可以做公屋戶主和有戶籍 四,全面審查新移民所有公屋戶的全球資產 讓公屋資源可以有效地落到真的有需要的香港人身上 謝謝